在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都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人气,但是要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人气不便是非常艰难的。 而且有些明星在成名之后那开始膨胀了,会对节目主题一些比较过分的要求,甚至还耍大牌,之后渐渐被人们厌恶。 一,麦英麦英,因为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知名度越来越高,但是曾经他可是多次耍大牌的,望大礼佛回去取的时候却遭遇了堵车,有交警了解情况之后,想在他一城冲出塞车区。 助理拒绝后却被他狂骂,现在不用交警什么时候用啊,后来在录节目时,当时停电没有空调,耐英直接把录,后来工作人员给他一支扇扇子,这才愿意继续录制。 二,无几年到无几年,不得不说最近非常火的一部古装剧《年喜攻略》,他也因为这部剧一炮而红,但是刚刚红了没多久就被央视点名批评。 原因是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耍大牌,迟到半小时到不算啥,还要求更换位置,更换之后,却又甚不能接受采访,时间冲突等各种原因,这下连央视都看不下去了,直接点名到性的批评。 三,去日梁刚去日梁刚,当年唱着光丰的歌,不仅拿了冠军,还上了春晚,然后迅速在网络爆红。 从参加完春晚之后,他们的人气非常的高,出场费也是达到了明星的片酬,也许真的就是因为身份的转变,让他们有点不适应了。 刚刚爆红了没有多长时间,就爆出刘刚竟然开豪车打老人,这种事大家都忍不了,被封杀后王刚已经彻底消失荧幕前了。 四,黄胜一黄胜一,当初是以新女郎的身份出道,后来也经历到红大子的时候,可是在拍摄功夫撞的时候很少有媒体会邀请黄胜一参加一些宣传活动,因为黄胜一经常耍大牌,导致媒体对他望而生畏,因为黄胜一的出道起点很高,被周星驰赏赏识,然后又认招本山当师傅,还嫁给了那么好的老公。 哦,膨胀也是应该的,但是出来丢人现眼就不该了。 五,宋小宝宋小宝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名喜剧小品演员,还后有感染力的笑容,让很多观众都非常喜欢,在人气高涨了之后也开始飘了,耍大牌导致节目严重缩水。 当时观众意见非常大,而宋小宝宝很社会的,叫来了十几个人过来撑场子,到那是好似打架的画面。 六,徐静磊徐静磊从演员座上导演,是村内名副其实的才女,但是他被人指责是才恶物。 有一次他出席活动,在距离活动场地只有200米,他要求主办方必须用豪车来接,不然就拒绝参加。 最后主办方无奈,只能赢了他的要求,但是最后因为他,使得活动推迟了一个小时,现场所有人都等了他一个小时,而他一点建议都没有。 六,七,唐笑唐笑,2006年超级女生全国九强之一,在超女成名后便签约了经纪公司出道,随后便是各种出专辑,出单时,一时间唐笑成为了公司里捧的新人,后来随着人气越来越高,要他一时间迷失了自我。 有一次,他开车不带证件,想硬创广电蔚蓝,随后辱骂无尽开门狗,还晒了两个耳光夹车下身,像这种玩劣的异员,网友纷纷表示看到他就觉得恶心。 出名后膨胀的明星,他被央视点名批评,看见突起就觉得恶心。